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吗 自己快乐就好 还管其他人干什么 21世纪日本乡村 夏季 一位穿着洛可口服装的少女桃子 天生就和别人的宇宙不同 只因为她就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她喜欢美美的洋服 可惜她不是生活在洋服盛行的年代 所以她的服装在别人的眼里就显得格外的怪异 特别是在乡下 这种服装就显得更加的怪异 桃子从出生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安静 她跟其他小孩不一样 她从小就明白很多道理 这可能是因为她父母的原因 父亲是为混混 并且是很混的那种混混 她可以在打架的时候假装摔倒 然后让自己的兄弟上去卖命 在逃命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自己的母亲 然后两人就莫名其妙的结婚了 最后桃子就莫名其妙的出生了 所以她的性格就随着两位奇葩的父母 整个人也变得稍显奇葩 任何事情她都毫不关心 她把父母离婚 她都完全不在意 并且很淡定地选择棍随附近 最可怕的是 她竟然在母亲临走前 说了一大堆教育母亲的话 人在面积幸福时会变得胆怯 抓住幸福其实比脸蛋痛苦 更加需要勇气 哪怕母亲33岁了 还是可以抓住幸福 长大后的桃子就渐渐变成 鲁金的这副模样 喜欢洛可可的她 开始活在一个人的世界当中 而乡下 还有一位奶奶 年轻时跟别人打架 弄瞎了一只眼睛 这个家里的人好像都很特地独行 奶奶年轻虽然霸气无比 可如今却跟个小孩子一样 还老还童了 羊服很贵 所以桃子必须卖掉家里的假名牌衣服 这些以前都是父亲在卖的 而在乡下 桃子遇到了一位暴走族的成员 百合 养成性格成为了鲜明的茶艺 而服装却在大同小异 专差别很大 但在常人眼里 都是奇特类型的服装 对于百合 桃子只是好奇 但并没有太当回事 她的世界就只有她一个人 哦对了 还有她的洛可可服饰 那妈父母 他们也只不过 只需要尊重的对象而已 重要价值好像并没有洛可可 来得重要 想象就那么大 百合经常来找桃子玩 可是几乎都是她一个人 在那边碎碎练 桃子根本不打理她 但百合也不在意 曾经的百合 还是别人眼中的正常人 可是在学校的她 还是被别人欺负 并且被霸凌后 还在强颜欢笑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很久 直到一位女人树美的出现 桃子的噩梦才就此终结 所以 树美对于百合来说 就是神养的存在 她就变得跟树美一样 霸击的女人 女人就不应该哭泣 而加入暴走族的百合 最新打算参加树美的一场游行 她告诉桃子 要穿一件无比霸击的特工服 她提想中的特工服 做一下叫叶妈的磁绣屋 才能给她做出来 曾经叶妈给风雨人物 飞梅姑救过一条响龙 飞梅姑的影响力 难相当的巨大 她也能独自捣毁了 无而不作的暴力团 她的存在 也是暴走族真正的信仰 虽然不知道叶妈的具体位置 但是能给飞梅姑修衣服的店铺 想必要价肯定很高 所以百合现在需要想的事情 就是如何赚钱 桃子建议百合可以去弹珠屋 蓬蓬运气 可是谁知百合 硬是要桃子陪她一起去 因为她把桃子 当成自己的好朋友 可是桃子 却根本没有把百合当成朋友 她拿了颗包菜告诉百合 今天她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就是这颗包菜 你可以带着她去弹珠屋 蓬蓬运气了 但是百合 就是想要桃子跟她一起去 在武力的胁迫下 桃子最终还是妥协了 可是盗弹珠屋的百合 却一分钱都赚不到 反而还赔了不少 可是桃子却哗啦啦的 赢了好几框弹珠 这个举动也让老板 认为桃子在作弊 就在两方人骂互相争吵的时候 一位打扮更加奇异的男人 拯救了桃子他们 男人名叫龙俄 也是很社会的 他的出现 一下子就符合了百合的房型 也因为他的出现 桃子顺利赢得了七万元 并且把这笔钱的一半 借给了桃子去买特工服 可是叶妈却根本找不到 不管如何寻找都找不到 但是桃子却找到 一位特别厉害的男人 那就是baby屋的社长 他设计的洋服 可是出了名的好看 就让桃子开心的是 他头顶的帽子被社长夸赞 只因为当初帽子破了 桃子不冷心丢掉 就在上面绣了几朵花 没想到反而得到社长的赞赏 这个赞赏对桃子来说非常重要 而人只要开心 做什么事都很开心 桃子不断地帮助百合寻找叶妈 可是他们找了好久好久 都没有找到 因此百合有点爱人失神 他把钱还给了桃子 然后一人准备离开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桃子突然提出想给百合做特工服 可能是因为社长的鼓励 也可能是因为桃子不想让百合伤心 在和百合的不断接触中 桃子就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对于桃子的建议 百合没有拒绝 反而说把特工服给了桃子 就等于把命给了桃子 家缺的时间 桃子非常用心地给百合修着衣服 直到百合拿着这件特工服的时候 他张大打大嘴 无疑张显着他内心的激动 他对桃子的手艺非常赞赏 可是这场游行就让百合哭了 只因为他看到自己喜欢的蓝人龙鹅 竟然是树美的男朋友 百合的内心无法接受 他哭了 那位在桃子眼中领天地地的人竟然哭了 其实每个人表面都在坚强 他们内心都有脆弱的一面 看到哭泣的百合 桃子转过头对百合说 这里没有人 你可以哭了 于是那位坚强的百合终于忍不住 仿城大哭起来 桃子的世界一直都是没有矛盾的 可遇到社长后 桃子开始有了矛盾 但接到社长发出了一个磁绣任务 他在训练多年的双手 突然开始颤抖 他很想珍惜这些机会 可总是做不好 人在面临幸福时 果然都会胆怯 桃子喜欢洛可可 可是他的纠结 到了是自己穿幸福 还是给别人设计会更幸福呢 他的世界一直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只要自己开心 那就好了 可是如今他却不这么想了 他开始想去了解别人 而做衣服 就需要去了解别人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接受 于是 他主动联系了百合 这可怕百合搞形坏了 当他得知桃子竟然是因为这件破事 和陷入纠结事 他大声地对桃子说 你有才华 并且有人认同你 你究竟能反倒什么呢 其实 早在桃子给百合设计特工服的时候 桃子就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桃子了 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被逼屋的任务 可是没过多久 桃子就突然前着奶奶的小摩托 急忙地去往一个地方 只因为此时的百合正被包走族的人 动用家法 而原因只是百合旷了一次聚会 在途中 桃子发生了车祸 但是灰民没有疑惑 桃子就醒了 他继续前往百合的目的地 此刻的百合早已跟包走族的人 吵了起来 只因为如今的他们一伙人的理念 已经不同了 当百合的血溅了桃子一脸时 桃子再也不顾及自己所谓公主的形象 男的家伙就开始胖走那些暴走族 而这场混战之所以结束 还是桃子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她是非美姑的女儿 可之后她自己知道 这都是骗人的 但这些暴走族显然是当真的 那话对后被拆穿了 他们早就如同散沙一样 散掉了 最终桃子和贝比乌进行了合作 而百合却成了贝比乌的代言人 但是她的性格注定无法安稳地作者 她渴望的是自由 畅快 而不是像个撒子一样 在这里卖萌摆拍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桃子和百合 成了要好的朋友 片名下期物语 很重要的一部日本电影 剧情浮夸演技也同样浮夸 可是这部电影真的超级棒的 特地独行的人为什么要被孤立 凭什么 每个人都要自己独特的性格 被孤立的人渐渐地 他们就学会了独立 但是所谓的独立 又会成为别人眼中的一样 可是 每个人都会收回自己的友谊 成长旅途终究 是会有他人的陪伴 下期物语是怎样的故事呢 其实 它就是我们每个人 成长故事的一个缩影 添加浮夸炫弹的洛可可风 最后用哈哈镜 反射给大家观赏 好了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